每年过年气劳正人家拜年 餐桌上少不了的一道菜就是木耳焖肉 我看它的用料简单 但就是出奇的好吃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做法 先准备一把木耳 加入温水给它浸泡一个小时 接着来把我们的猪肉给清洗 今天买的是一块五花肉和一块夹筋肉 我家大瘦不吃肥肉 所以买肉时都会买一块瘦的原食 平常过年我们买的都是花肉连带的排骨那一种 那一种又焖出来更加的香味 猪肉洗净后把它改刀切块 稍微切大一点点 猪肉切好先放一点备用 来调碗料汁 碗中加入一块懒乳 一勺白糖 来稍微多一点的生抽 适量的盐 先用勺子给它搅化备用 接下来我们开始炒肉 热锅下油 把油烧热 油热后倒入猪肉 先大火翻炒 把它的主份炒干 做这道菜炒肉是关键 一定要把它炒至单键 一定要把它炒至单键 猪肉炒至能听到啤啤啤啤作响的时候 来上几千二锅头继续给它翻炒 好了我们的猪肉炒的差不多了 现在开始冒油了 猪肉也全部炒成有焦和感了 现在把火调小 把我们准备好的调料给倒进去 慢慢给它翻拌均匀 翻拌上色 好了可以了 像酱香味也炒出来了 现在把火关上 把它转到砂锅中 装好后 倒入猪肉的开水 稍微多一点 盖上锅盖 大火烧开后 转中小火 先煲40分钟 焖肉的时间 我们来把猪肉处理一下 先把它的地给去除掉不要 去地之后 再把它清洗干净 把大块的用手给它撕开 撕小块一点 准备好后 再把木给它冰洗螺椎 倒两遍 把那些脏水去除掉 我们的猪肉煲了有40分钟了 现在把我们的木耳给加进去 加进去之后 用铲子给它转动一下 翻动好后再次盖上火盖 继续煲多半个小时 好了时间到啊 现在把火调大 边搅动 边收制 把汁收制浓稠 好了 烫至已经浓稠了 关火出锅开吃 一道美味的木耳焖肉 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啊 木耳爽脆好吃 猪肉咸香圆糯 特别生辣肥肉 肥鹅不腻 咬上一口满嘴流香 喜欢的朋友试试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